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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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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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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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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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要做危险啊 你不要灭坏你 你吓死我 你吓死我 你要好好活着 为了你 我一定会活着 你说什么 老大他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我这边 我现在也赶不回去 这样 等我忙完我立马回去 雷雷 随便跟我说话 让我言言清 怎么了 哥 我刚刚碰到沈漫宁了 沈漫宁 我跟他之间的问题已经整理清楚了 我不会再对他做什么 但是刚刚 我带着他去追言星成的车 言星成似乎在追一个很奇怪的人 那个人带着他进了飞车厂 那个人带着他进了飞车厂 严星成差点出了大事 真的 哥 庄家的内斗还没结束吗 那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沈漫宁的家门口 言星成似乎为什么会去追他的车呢 哥 如果蓝海出问题 那刘光跟他们合作岂不是也要受牵连 这件事情你什么都不用管 我会调查清楚 可是我最近 听我的话 别再绞进庄家和蓝海集团去了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 怎么样 伤口还疼不疼啊 有没有进水啊 刚刚 没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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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不想告诉你的 星成 我不想在让你卷进庄稼 和蓝海的斗争中 我想尽我一切的能力 保护好你 让你和所有的 普通女生一样 生活和恋爱 星成 好 我告诉你 其实他们找的就是这枚私人印章 他们是觉得这枚印章在我身上啊 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你的 我不怕 只是 这枚印章在我身上吗 星成 我想起来了 我在海外出事的时候 那个时候信言 涌往我的口袋里塞一样东西 但是后来我在医院 醒过来的时候 你 方响 还有袁帅的出现 打乱了我的一切 再到后来 我就跟你回了庄稼 我就把他遗忘了 但是在我们一次争执中 我发现了他 是一个玫瑰样式的胸针 胸针是外公送给母亲和小姨的生日礼物 预示着他们是庄家的双生姐妹花 在我记忆里 母亲经常佩戴她 那一定就是了 怪不得信言在离开的时候 他交代我一定要替他完成 原来他是要我把这枚胸针带给你 让你可以替他拿回你们的蓝海一星 星成 这枚胸针现在还在我家里 我今天早上好像不小心把他打翻 掉到我床底下了 确定吗 我回去就把他收好 明天早上 你亲自来拿吧 好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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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哭了 你都哭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再哭下去 别人还以为我怕你怎么了 那人家心里难受嘛 我连哭的资格都没有了嘛 我就要哭 好好好 你哭 你哭 你想哭多久哭多久 你哭我听着 你生气我受着 但是冤有头债有衷 我去找元帅 不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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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 祖宗 那你想听元帅以前的故事吗 喂 布鲁丽 你没有什么元帅吗 你的席在哪儿 来吧 那儿在哪儿 来吧 谢谢啊 你也是同胞吗 谢谢 谢谢 你 你干吗 我以为你是来帮我的 原来你和他们一样 胡蛋 别动中国人 你管得着吗你 你觉得呢 那这么说 你才是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啊 喂 李主角 后来 服不服 不服 啊 我以为是 你做什么事吗 我以为你做什么事吗 我以为你做什么事吗 ooh look at his cute cake ohh this is lovely cake man it's amazing you break his heart ooh you break his heart oh he stands up WOMAN guys hey come over here guys bruese lee here push me i are here he's going to teach me a lesson grossi i are here 給他個富�� 給他個富 成功 會 那这么说 你是自觉归顺眼形成的 而元帅是被打服的 也不能算是打服吧 你知道狼王和头狼吗 听过啊 就是一个是狼群的王 一个是冲锋献阵的将军 答对 那对于爱情而言 狼王一旦动心 一辈子就只爱一个人 对于冲锋献阵的头狼而言 就只懂得冲锋献阵 所以 他根本没有谈恋爱这根弦 这个周期的设计出稿 和下个周期的制作计划 工作室的原料很多 但是精刻度的还是少了一些 恐怕你要腿一点 没问题 只要是你的设计 再多的高精原料 我都敢下手 谢谢老板 除了工作 我们聊点别的事吧 蓝海一星 是不是又出什么事了 严心城又有什么危机 唐灵 这件事跟无关 不是我 是之前 我碰到沈曼宁 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 你说庄稼 会不会还藏着什么秘密 老大 根据调查 已经可以初步确定车辆的行踪 虽然元帅还是跟丢了让车跑了 但是车的来源已经搞清了 这辆车是租来的 租车公司是一个有二十年历史的老公司 不出我所料 他们租车的证件也全部都是假的 他们把车扔到了远郊的水渠旁 换而言之就是说 他们想在沈曼宁家拿走东西之后 弃车而逃 但是让你撞见了 你还跟了去 等一下 你说二十年历史的公司 这家公司在运输业很有名 他的业务非常广泛 许多年前 他还跟着出国元件的工程队 在当地提供过运输服务 历史有多久 什么时候出国元件的 你有查过资料吗 这个我没查 我去切系统看一下 上次让你查的 我父母出车祸之前 和庄家有关的资金流动动下 你有跟进吗 我查过 在事件当初发生的时候 庄家并没有大宗资金 从国内流向国外 也没有公司入员出入境的记录 但是我把数据解锁范围扩大之后 发现了一条看似普通 但又很奇怪的线索 这条资金流向 金额不算太大 它的出款人和收款人 全部都是普通人 他们和庄家和蓝海一星 没有任何关系 甚至这些人 连蓝海都没有去过 收款人 江敏 是名中年女性 这名中年女性 在国外建立这个账户之后 就只有这一笔款项 没有任何其他的资金流动 更奇怪的是 这十七年 这十七年 这笔款项 一直没有人动过 十七年没有动 我也觉得奇怪 于是我去调查了一下 这名中年女性 十七年前 这笔钱就已经去世了 这笔钱现在没有主人 甚至十七年前他去世之后 他的亲属都放弃了这笔钱 一笔吴主押了十七年的钱款 这和我们要查的事情 有什么关联吗 我去调查了这个账户 有一名中年男性 登陆过这个账户 但是他没有取走一分钱 自那之后十七年 这个账户没有人动过 哪儿去了 你在干什么 爸 没事 我再找点东西 我记得我今天早上就在这 我就丢在这了 怎么不见了 你一个女孩子 怎么丢三落四的 在找什么 爸爸帮你 没事吧 爸 我就找一个胸针 玫瑰样式的 胸针 嗯 爸 没事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再找找 肯定在这 我一定能找着啊 他要到哪儿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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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吗 哎 就是这个 爸 原来在你这儿 幸好你帮我收 玫瑰 把东西收好 以后 可没人总在你后边给你收拾 你给我给我收拾 那些电话 我来得到你 要怎么办 你这么快 你 我来打个 На 我来打的 我来打磨刀 我来打对 我来打的 我来打的 喂 星成 还没睡啊 还没呢 这么晚了 在忙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告诉你 你的胸针在我这儿 现在很安全 你就放心啊 真的 今天晚上呢 我会看管好他的 我待会儿去把门啊窗啊 全都锁好 我爸今天也在家 保证他的安全 好 袁硕也安排了人 在你们家附近 放心休息吧 那你呢 我 这么晚了你还不睡 你别忘了 明天我们可是约了你要来我家的 我希望我爸能看到一个 又酷又帅的你 你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了 我会按时出现的 喂 星成 我希望 明天我爸见到你的第一眼就会特别喜欢你 然后他就会特别支持我们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可以永远永远都在一起 好不好 一切都交给我 一切都交给我 会顺利的 会顺利的 那我等你啊 你呀 你也不知道 还可以 我会站在一起 我甚至于 他还没人知道 那我都在一起 还要 是 你怎么可能 的 言先生 你来了 怎么跑这么急啊 我在等你啊 等我 是怕我不来吗 我是怕有些人 突然就变成胆小鬼 然后临阵脱逃了 不过 颜先生 你可不能 丢下我一个人 自己逃走啊 你选的男人 会这么没用吗 走吧 等一下 我带了礼物 颜先生很懂礼节嘛 颜先生很懂礼节嘛 不过你也要等等 跟我来 你戴什么 我上次不是把你的领带弄坏了吗 所以这一次 给你买了个新的领带 我亲自给你挑的 我觉得颜色还有款式 都特别衬你 而且店员小姐姐还说 说什么 她说 如果女朋友 给男朋友亲手 戴一次领带的话 那她就会 一生一世 都在你的掌心里 你怎么总是相信这些 仙女座 领带 因为我爱你 我记得是这样子打的 我还专门看了视频学的 怎么不对了这 我教你 你 我帮你 我帮你 是不是 你 我帮你 我帮你 你 我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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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我让曼宁为了我和我的家人 做了冒险的事情 但是我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希望你说到做到 伯父 我还有另一个名字 颜义 爸 你怎么了 曼玲啊 你去泡白茶 我有一些话想单独和她聊聊 你不继续问了吗 我的年龄 身份 家世 我今年二十七岁 是蓝海集团大女儿的长子 我父亲是颜丽 母亲是庄伟轩 我还有一个妹妹 叫庄信严 你 你们家 还有那么多人哪 是啊 他们 都去世了 十七年前 他们遭遇了一场车祸 我父亲当场身亡 母亲落入深海 至今下落不明 妹妹在遇到曼宁的时候 也因为意外 我 离开了 你 你家 伯父 我想问您个问题 家里只有您和万宁两个人吗 这么多年 您是以什么职业为生 我 我的职业 你们在聊什么 在聊你的出生啊 聊我的出生 那应该是我怕问你 怎么变成你问我爸 因为想了解更多的你 我有什么好了解的 我的生活呢 就特别简单 我爸特别辛苦 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把我拉扯大 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爸这么多年来 一直是靠着跑运输 才把我养大的 货车运输吗 而且我小的时候 我妈妈生了一场重病 那个时候 我爸为了赚她的医疗费 还跑去国外搞了一段时间运输 星成 你怎么了 曼妮 我有点饿了 你去帮我拿一些吃的 没吃午饭 那你等我啊 我是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 但那只是在 园外的工地上打零工 冒昧地问一下 曼妮的母亲 什么时候去世的 她 她 十七年前吗 十七年前 曼妮的母亲 因病去世 姓姜 叫姜明 爸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年研毅父母的车祸 发生擦撞的货车司机 姓沈 你